我要让帅上军先讲一下中国跟缅甸好不好 那八月份王毅到了跟这个敏昂来在缅甸会谈 那最近有个消息 虽然到十一月 敏昂来会访问中国大陆 但是呢 此刻为止吸引了非常多媒体的关注 这透露了信号极大 这是2021年政变以来的首次访华 那这次呢 邀请他到大陆访问 这意味着什么 那大陆网门有各式各样的分析 所以说他这次是要来答卷之旅 就是有些问题他必须得回答 包括推荐一带一路 清除缅甸的电炸产业 实现长久的和平 这从中方的角度来看 但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 可能未必如此 是不是中国大陆就做了一个清楚的 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表态呢 那另外这个东西 我让帅将军一起来讲 就是大陆的侦查卫星 再度往上上了一个台阶 在上个月你看到大陆企业国星宇航 发射了一个全球第一颗搭载 AI大模型的科学卫星 然后呢 经过这一个月不断的验证 那各式各样他的思考啊 处理的能力等等 发现都很顺畅 那这个情况之下不得了 分析大量数据 未来举个例子来讲 航母精准地位 一级必重 到哪里都无所对形 是吗 这种卫星呢 卫星就是等于是悬在太空里面的眼镜 可以掌握地球上所有军事的动作 这是很重要的啦 你看乌克兰战争里面 马斯克的这个星链 已经帮乌克兰打了很多胜仗 对不对 俄国吃了不少苦头 所以中国大陆极起自追啊 它低空的卫星也要加 这种AI的卫星也要加 就是说你察觉到海边上 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一计算就可以算出来 你的位置 你的盾位什么东西 第二个 中国大陆跟缅甸谈话 是很有趣的事 缅甸是很烂的一个军政府 那照理讲呢 缅甸又在庇护这些诈骗集团 中国大陆生痛恶绝 因为骗的都是中国人的钱很多 但是缅甸政府收了这些诈骗集团的钱 又保护这些家伙 那中国大陆恨不得你 所以你来 请你要把诈骗集团问题解决 那敏昂来是为什么要来呢 他没有中国大陆的支持 他就很惨了 果敢兄弟跟这个胎族的 已经把敏昂来的这个山上的据点 都快吃光了 他的政府岌岌可为 可是你 中国大陆又不能看你倒台 因为表敲港是中国大陆一带一路 将来这个军港一定要建设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敏昂来倒的话 欧山苏姬就起来了 欧山苏姬从牢里放出来就挺美国的 所以相互钳制 敏昂来就说 你看吧 我倒了欧山苏姬出来对你不利 我倒了你的脚漂港就没有了 那中国大陆说你要我支持你很简单 你把那个诈骗集团给我弄干净 我一带一路的那个脚漂港 你要想办法维持 因为脚漂港是在缅甸的西南方 是他势力范围之内 你懂吗 北边的是被三兄弟的国桿联盟他们给搞得差不多了 蜡虚老街都快要被淪陷了嘛 所以敏昂来就是我要你保护要你支持 中国大陆说你把诈骗集团弄了 我再问一下帅将军 因为通常以中方的操作来讲 没有把握不太会出手 那既然已经发布了敏昂来 11月要去访华 是不是就意味着 尤其是王毅之前去了嘛 就是应该是大概都搞定了 谈好了啦 也就是说呢 缅甸接下来大事一定了 对 应该是这个感觉 因为他敢去的话 就是说前面王毅跟他的 已经有了答案了嘛 那中国大陆也接受了这个答案嘛 那你来 只是让你面子上更好看 很正式的这个一个接见嘛 那是不是给这个国事访问那种待遇 还不知道 那可能后面还有的 没谈完的还有啊 所以接下来看他接待的规格 对 因为广东广西边界的那个三兄弟联盟 是受中国大陆的威胁的 这个可以钳制的 可以可收可放的 所以明昂来倒台之际 能够求得中国大陆的支持 他的政权是比较稳一点的 如果这次谈好的话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一万原则 不干涉别国内政啊 但缅甸实在太乱了 如果这次明昂来去 各方面都对接顺的话 中国会有比较明显的力道出手吗 当然 因为你这个国改兄弟的背后 就是中国大陆啊 这个你们的军火啊 物资啊 你要靠中国大陆给啊 第二个 明昂来这个 因为实在挡不住 他只能靠仰光这一带的平原地区了 装备那么好 又有飞机 又有坦克 打不过这些三地的原住民啊 对 好 好 紧接着我这个 我让这个丽将军来讲一下 这个Intel Intel呢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很大嘛 他最近在成都 对成都气基地进行了扩容 那增加了三亿美元的注册资本 这个新闻今天一出来 立刻就跳到大陆网媒的 这个热搜排行榜的第一名 所以这个消息很重要 那他要干嘛呢 增加这个 看提供封装测试服务 然后设了一个客户解放案 中心 提高中国本土供应链的效率 就是非常非常重视中国市场 那这个基地很重要 它是Intel 这个全球最大的晶片 封装测试中心 从03年就开始启动 目前已经投下了40亿美元 然后也在这里出货了 将近有30亿颗的晶片 还要再扩容 这中间不只是一个企业的思考 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些战略的布局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苹果 我们来看一下 苹果最近i16 大家买了吗 觉得好用吗 印尼不让它进 但是另外一头 我们看到苹果也这么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不是什么都成功 比方说它的车子 过去说要造车 后来不是也黄了吗 2017年 它就跟比亚迪合作 要这个打造 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 电池系统 搞了个半天 但是车子没造出来 不过当然比亚迪 是不是该赚的钱 也都赚到了 那苹果负责这个电池组 还有这个热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 比亚迪就提供这个它的专长 包括这个离电池的改进技术等等 好 过去有过合作的经验 那当然今年二月 苹果放弃造车计划 那时候引起了舆论哗然 苹果认输了 这个造车造这么久 苹果竟然说放弃就放弃 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经验之后 又开始合作 在iPhone 16 据说这个iPhone 16的大量订单 又转向了比亚迪 然后外媒的标题很有意思 叫比亚迪终究还是下水了 什么意思 因为之前就有很多人在唱衰 在警告他 比亚迪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丽将军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是英特尔跟苹果 这两家都倒掉的话 那美国怎么办 因为这两家 可以说现在是美国企业上面 科技上面的一个标杆的 这两个企业 这个尤其是英特尔跟苹果 大概就靠这两个 大家一讲到美国 就先想到这两样东西 那我们先讲英特尔 英特尔来讲的话 大家前程度都知道说 他股票已经腰斩了 几乎说已经快倒了 甚至于说他要卖掉公司的部分 要分割出售 然后大家猜测 就是说他要分割到底 卖什么是 卖晶片制造的代工厂 还是卖设计的部分 那时候高通说想要买 但是高通应该要买的 应该是买他设计部分 然后因为代工这部分来讲 我们平常讲 英特尔在这方面 确实是远远落后于台积电 他也承认输了 甚至于他的CEO 都好几次跑到台积电来 那他请台积电帮他们 做这个晶片的代工的工作 所以说那英特尔为什么会面临这么大一个困难 我觉得跟美国自己本身 现在的制造业的人工成本 有很大的关系 你这个成本增加 你人工不好找 那跟台湾来讲 台积电是完全不一样 台积电可以说是在新族科学园区 已经成立一个完整的一个供应链 然后工人来讲 人力上面也比较勤奋 也比较认真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积电 我们都经常有一句话讲 他们工程师叫在卖干 几乎日夜24小时 不停地在那边工作 每个机器上面摆一个绿色的乖乖 摆在那边 因为机器只要一故障 它马上就要去处理 那只要停电一分钟 不要说一秒 一分钟了 停电30秒那就不得了 那整片的 这个晶片大概都已经要毁掉了 那损失是不可计数 所以说随时要stand by 那我觉得英特尔这一次 会面临这么大一个 在代工业会面临那么大一个困难 应该是它工人成本相当的高 所以它不容易找到成本 那最好是到哪里 就到成都去嘛 包括它现在可能一开始 从这个封装的工作 可以再成功用比较低廉的工资成本来做 昨天我特别去观察一个问题 我们都讲说美国的这种飞机 它那个涡扇引擎的叶片 这个F-35是不是这个 是中国帮它做的 后来我发现不是中国帮它做F-35 是民航机的那个涡扇引擎 那个涡扇都是中国帮它做的 为什么中国帮它做这个涡扇 后来我仔细去研究才发现 那飞机沃轮引擎 那个在转那个引擎 那个涡扇是高科技没错 但最重要 它后来的那道工序 是要人工去磨平 把人工打光的 所以人工的工资来讲 中国比较便宜 包括现在波音 这个空八 那些那些引擎都是在中国 最后的涡扇都是要中国来做 因为它最后很多的工序 必须要工人 要人工亲自下场 所以我觉得英特尔可能也面临这种状况 它必须要这个 有些人工的部分来讲 它希望能够降低 它的这个工人的成本能够降低 所以它很明显 它必须要到中国来求 求得这方面的协助 那另外苹果来讲 我觉得苹果可能 它会跟这个比亚迪合作 我们会想说到底是比亚迪 它把比亚迪当作供应链的一部分 就比亚迪提供它什么 那现在来讲 如果提供的是 磷酸铁铁电池的话 我研判可能苹果 它对于它造车的这一部分来讲 可能还是抱着很大一个希望 所以它希望比亚迪提供它 在这个电池方面 能够继续提供它技术 那你知道 比亚迪这个磷酸铁铁电池 相对应的是叫什么铃铁电池 叫三元铃铁电池 三元铃是孤猛涅 这三种稀有元素是很贵的 那铁是很便宜的 所以你光听这个名词 你就知道它成本就可以降低很多 另外它比亚迪最有名的 就是它刀片的磷酸铁铁电池 它把它做得很薄 然后很薄的话 它可以测试这个每一个底盘 或可以充分每个空间 都可以装上这种电池 所以它可以续电池的电量 可以很久 那再加上铁的这种成分来讲 当然它有它的缺失 可是关键就是在比亚迪 它设计这个磷酸铁铁电池 它的续电的容量 它的密度来讲 不会比三元磷铁电池要差 所以说我同样用同样的经费 我用铁这种元素来做 然后比你三元孤链猛 做出来的续电效果密度要好 所以比亚迪成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苹果想要造车来讲 就必须要跟比亚迪合作 其实我觉得说可能不只是苹果 那今天欧盟这些国家 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你们如果说是要发展 这个电动车的工业来讲的话 势必要跟比亚迪合作 因为这是它的专利了 我可以用很便宜的原料 对不对做出来密度很高 可以不管是在高山寒冷 或者什么地方 我都可以很快可以充完电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想说苹果可能它会将比亚迪 纳为它的一个供应链 可能要的就是要这个电池的技术 然后我认为苹果来讲的话 它要这个东西应该不会去做手机 它要可能是它还没放弃做车子 毕竟它研究很长一段时间 车子的工业也研究 它有一定的一个成效 那后来可能因为成本的问题 它放弃了 那现在来讲 如果它可以获得这个 关键的这种供应链来讲的话 我觉得苹果应该还是 想要在这个造车业方面 可以继续在这个继续迈进 对英特尔跟这个苹果 大到不能再大 这是美国的这个指标性的一个企业 大家想想看 加大了对中国的布局 当然这是美国可能不乐见 但是也挡不住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探光清爽高防晒凝露